红烧鳄鱼 一条人工饲养的鳄鱼 扔个手窝一样 看上去很粗 但是吃着口感相当嫩 什么碗啊 我不知道啊 开来开来看 你卖啥 卖啥子 我不知道啊 他腿绑上的没有啊 我看 还得见会儿的 我操 好了行了 赶紧放进来吧 赶紧收一来吧 吃的什么东西行了 人家话不多 想吃什么我说 大家好 我是胖猴子 关心们 这个鳄鱼啊 我弄出来了 然后我拉到一个 朋友的店里 这是卖羊肉店吧 然后让那个朋友 帮咱宰杀一下 我实在是不太敢宰 然后朋友不忙 行了 装上车吧 把车上装吧 炒面有点 有点什么 咱就不用吃饭了 咱们已经收拾干净了 现在呢 咱们就设计 把这个外皮烫一下 今天咱们做一个红烧鳄鱼 一会儿啊 我邀请三五好友 晚上一块品鉴品尝吧 这个美味 因为这个东西 属实不太常见 也不太常吃 废话不多说 咱们 等活赶紧 这条鳄鱼啊 花了两千万元 呃 而且这是 一条人工饲养的鳄鱼 是正规养殖的 所以说 这点请大家放心 绝对不是野生保护洞 你看这里 这都不太好保护 撕完了以后 咱这手肯定比不上这个颜色 老姐们 这个 他这个皮啊 实在是太难弄了 哎呀 我们现在 弄弄热水啊 也弄不下来 咱们现在直接焯水 放 巨星三点个 葱姜 白酒 咱们连 连这个焯水 呃 再给烫皮一块 烫完水以后 咱们再给它拔皮 哇塞 呵呵呵 干净了 咱们已经收拾干净了 现在给这个 鳄鱼啊 改刀 呃 咱们今天这条鳄鱼啊 整条子炖 呃 所以说打上划刀就行了 这个鳄鱼啊 非常嫩 轻轻打一下 打两刀就行了 起锅 烧油 咱们炒个糖色 油肉后加入冰糖 再加点 咱们在下边啊 铺大葱 呃 一是为了去腥 二是为了 防止它包锅 包锅 哎呀 啊 吃个小窝 你看 像个小窝一样 这个鳄鱼啊 很好熟 现在啊 我们焯了一下水 不感觉基本上都熟动了 这时候一会咱们炖 没必要炖很长时间 而且我也打了花刀了 有点没行 没点露稠 行吗 行 差不多 好嘞好嘞 好嘞嘞 就站在那边 省着一会儿酸心 这差点嘴架了 没事 没点 咽 再加盐 来来 几百个都 盐加差不多了 一会儿开着锅还没上 对,我给它加个差不多 我把海鲜酱拿过来吧 没酱味 好了,盖上锅盖 准备点火 咱们拿到锅盖 准备点火 锅盖 盖上锅盖 也给它加一个小道 鲜酱 三菈 兄弟 把锅盖 也给它大剑 去吧 一会儿吃了 再往上咬 rude 去看 有点小的大就能盘啊 哈哈哈 把它撑开就行了 一会再火烙 试试 我开始说弄点恐龙蛋 弄点鳄鱼蛋 我拿土豆做结果没做成 直接弄成那个了 哈哈哈哈 来吧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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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坐坐坐 坐这边坐 别客气 你看上去很粗 但是吃着口感相当嫩 吃皮 吃皮 你尝尝皮 你得 人家说了 这个鳄鱼皮是最得的 我们全是酒员蛋卖 我准备的咖喱 哎 猴子怎么不吃啊 看我又够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弄又宰呀 算了 我先揪这黄瓜就 先揪几根黄瓜 双双口是吧 自己弄啊 然后做好了以后啊 闻得特别香 但是我是真不敢吃 哈哈哈 我还得揪两根黄瓜吧 你看 咱这黄瓜 顶花带刺 这小刺 特别硬 这上得 这上得 哈哈哈哈 这盘子小刺是什么 对 嗯 怎么样 好吃吗 它这个人肉没有小样 当中那么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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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跟小杨那么不太一样 我这儿 还做鳄鱼皮吧 这个鳄鱼 这个头可是没法吃 不会吃 不好吃吧 它真是细 嫩肉 相当嫩肉嫩 这时候再不干 鱼肉 这种鱼肉 做的一块 这种鱼肉 我爸 这种鱼肉 好 来来来 这个鱼肉 鱼肉 往来炒 嗯 嗯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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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了